第三天五色今年把李莎丁武林大会华丹 让各部导班可以有一个舞台典显核实成功 并且借到这些华丹 让民众都可以驾驶运动 提醒典显运动风气 日前第一项的华丹流在顶上 每一个部导班都典显自己的特色以及劳力 应该说是非常劳力 第三天武林大会华丹 第一天在闹顶上 每一个社区部导班 做会集合在顶公司的面前 同样有跳舞 现场可以说是超万华丹 很高兴祖三生 办了全县第一场的武林大会 在户外的 为什么今天总共有250位左右的一个 姐妹们共同来参加这样的武林大会 那开创这样子全县的一个先例 那这样的舞蹈 舞出健康舞出快乐 是我们最终的一个 要做的一个方向 希望说能够带动全县这样的一个运动风气 在整个期间大家都不够出门 因此第三天公司希望 透过这个华丹 带身上来的运动风气 让大家可以增加地困难 跳出健康 那我们希望藉由一个广场舞这样的一个开场 造成一个气势跟风动 带动整个运动的风气 舞蹈的风气 让这样子的健康的身体 能够打败疫情 能够战胜疫情 这次的华丹 总共有15位社团 总共300人共同来参加 其中最多会的母亲 是82会的阿嬷 最小的也只有8会 可以参加这次的华丹 让大家都感到非常欢喜 不可以运动劳胆 不可以交到有共同兴趣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喜欢舞动 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舞蹈的力量 让大家可以更开心 我来参加这个舞蹈班之后 我身体变好了 变健康了 欢迎大家 一定要来运动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运动 才会健康 跳步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头盔跳步可以让心情变好 也可以在一个整体感 增加地困难 未来也会基盘两顶母亲代会 欢迎加益跳步的民众 可以拥有来参加 记者在美顶 蔡王博多